欢迎收看《维新世界》田园交响曲 伟在台中外埔区的休闲农业 欣欣向荣 富丽的农村景致 气候合宜 让人忍不住想驻足停留 外埔 农业设计 很多好的景观 产业 特色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特色 成立一个台中市农业创生协会 都这个协会我们把产业点串联起来 我们来办设计的深度旅游 再把深度旅游扩展到整个外埔 大安 那目的就是把在地的产业把它结合 引进我们像香港 澳门 新加坡 国外的俄客来这地方来深度旅游 来享受外埔这边的美好 这个地方是为我们外埔永峰社区有名的公婆树 它就是150年以上的那个章树 后面这边靠右边这个是我们讲婆树 它就是香章 它比较丰满 就像那个妈妈要服役这个子女 所以长得比较丰满 它是香章 然后在我们的左边这边 这个是公树 它是凑章 就像那个当爸爸比较结实 所以这个地方有那个风水的地理条件 比如说我们前面是一个卧虎的那个山形 花卡森就是有一个趴着那个老虎 但是有老虎的地方要土地公来雇老虎 那我们光这个地方就有三个土地公 在雇这个老虎 我们这只花卡森这只老虎 所以这个土地公庙这个地方很灵艳 奉饰土地公跟土地婆 它就跟后面的公婆树就相应 就是土地公坐龙边 土地婆坐虎边 然后保佑地方的平安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有未婚的男女 还没有找到好对象 可以来这个地方拜土地公土地婆 祈求赶快找到好对象 已经结婚了可以来祈求白头偕老 这个地方是一个地廉人解的一个好地方 在外埔还有这一处马匹繁殖场 假日还开放野骑 马院主人邱徐谋非常爱马 每日心情照料马匹 把马儿养得是又高又壮 我们的岳鱼里面有一句话 马不吃 岳草不肥 岳鲜的岳不是野外的岳 吃气上 所以晚餐要吃一餐就对了 对 晚餐 早餐六点 中餐十一二点 晚餐五点 点心香夜九点 九点 谢谢 平地扎领就去找一些牧草 就顺便养马 所以它是一己三得 善用地方的资源 平常还可以骑马 因为这个地方是山坡地保育区的融木用地 还有水子水源保护区 这个地方它是乡村的那个龙路 蛮适合骑马的 所以它一段时间就会带着马 就去驯马 就是骑马这样 就乡间的小路到处跑这样 看着可爱的马儿吃草 绝对是假日最好的活动 接续我们来到一处海域田 许多游客欣赏着美景 拍照 一大片金黄色的海域 美不胜收 本来我家就种以建兰跟海域为主 已经从我父亲的时候 就开始种到现在了 只是说最近这几年的话 比较盛行的话 都有网友来这边打卡 来这边拍照 然后传到那个网路上 所以慢慢的就是变成 每一年都有人固定会来这边 来这边看花 整年的话我11月份就开始 有花到6月份的时候 如果在这边开放参观的话 是3月中到5月中旬 客人来这边拍照 来这边散花 当然他们开心的话 也是我们的动力 这片金黄色的海域田 每年3月到5月开放参观 花朵盛开时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而在夏天 很多人都喜欢吃百香果 或是将百香果加入冰冰凉凉的饮料当中 酸酸甜甜 清凉又消暑 台中外埔 有着一处温室果园 种满了一串串的百香果 看起来饱满又多汁 今天我们就要来一探究竟 台湾最常看到的就是这种 这品种是台农一号 台农一号的特点 它的叶子是上三叶的 然后台农一号它是使用 所谓的百香果 它是用嫁接的 它有原生种 跟所谓的比较甜的百香果 原生的甜的百香果 它把它嫁接起来 所以它酸的跟甜的味道 风味都有 那原生种的百香果 它的叶子就只有这样子 饮叶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 台农一号是我们台湾 自己去培养出来的 它的叶子标准是三叶 然后台农一号的百香果 跟其他的最大特点就是 你要选这个百香果的时候 台农一号要看的话 它就是略有椭圆形 可是它有三个角 它不是整个都是圆的 它是有 你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椭圆 其实它有三个角 那这个就是台农一号的特色 我们的百香果跟人家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就是说 我们是垂吊式的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如果只有在上面的话 你那个区域空间要很大 然后它才有那个日照 或干嘛才能照得到 但是我们给人家不一样 说我们为了要把那个空间挪出来 我们当它长出来以后 我们就会把它折下来 当折下来的时候呢 生物它有一个本能 它想要继续翻演 它就会尽量想要去开发结果 所以说原本它可能这支藤 它可能生了大概 一二三四五颗 可是我拉下来以后 它增加多少 增加下来 这是我们利用小的区域 可以扩大产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平均受到日照这样 那如果说我 我像这样比较密的话 我全部挤在上面的话 它久了以后 它越来越茂密 它可能那个日照的话 都会不均匀 所以说那白香果的品质 它就会比较不稳定 平时白香果开花 我们就要拿着毛笔 对着一朵朵的花 做人工授粉 现在果园也与养蜂人合作 在温室里安置蜂香 在蜜蜂的帮忙下 大大的增加兽粉率 我们这边靠蜜蜂兽粉 但是蜜蜂它并不是 每天都会工作 它看气候 太热它不会出来 太冷它也不会出来 那时候就我们靠 人工兽粉 它这白香果花 它瓷垂在上面 雄垂在下面 然后这个雄垂这边 它有这个花粉 花粉只要沾上 上面的磁蜂 这样就完成瘦粉了 所以说当我们在瘦粉的时候 我们拿一个毛笔 在那边沾了它的花粉以后 我们到别的花上面去点 它同样可以瘦粉成功这样子 它在盛产期的时候 一天开的话是大概 以一分地来讲的话 它大概可以开到 一两千朵 所以说整个这样一区一区块的话 一天有三万朵的花 那你一朵一朵这样磨的话 有时候 那个至少 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因为你那个白香果 它有那个 就是说黄金瘦粉期 你至少要在黄金瘦粉期 让它尽量让它去瘦粉成功 那你那个白香果的品质 会比较好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都使用 我不使用化学肥料 这样子才可以还原 白香果原来的那个风味 你那个化学肥料用太多了 它会伤害土地 你同样的植株上面呢 它也会受到影响 然后久而久之以后 你本身那个农药 或者那个化肥用太多以后 你整个植株它就会 变得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所以说它年初种的时候 到年尾时候它很多 因为白香果的病害很多 所以说它到年尾时候 它得了很多种病 再农药弄下去的话 它没有办法去恢复 所以说它只好把它裁测掉 隔年再重新种 我们这边 为什么我们可以 持续种下去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第一点 我们不用农药 第二点我们不用化肥 然后我们在土 我们不单没有伤害土地 我们平常会培养一些 溢肥或一些菌类 在那个土地 顺便也让这个植株 它本身的产生的 抵抗力比较强 所以说它本身 自己可以找冰害 虫害它得去抵抗 甜度并不是好水果的指标 实行友善耕作 最根本的就是要照顾好土地 培养健康的土壤就跟人体一样 需要益生菌帮忙 陈友章提倡的是水果最真实的味道 这两个是我们目前在使用的培养品 目前里面这个是一个高耗氧的菌 所以我们目前还要打气进去里面 打气去培养 大概15天的时间 那一桶就可以整区都可以使用 在稀释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淀粉牙包菌 有点像醋的味道 因为它就是天然发酵的东西 天然发酵的东西 它会让你的整个园区的好菌 会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在做整个农场做无毒之外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精神 去培养好的菌 造成这个土壤的环境都比较好一点 我们讲其实整个做无毒栽种 友善根做跟传统农作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 它是针对你要的养分一直去送 一直去送 那我们是一直去把这个土地养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持续耕种 所以我们后续下的肥 会越下越轻松越下越少 因为整个土壤的肥沃度都把它养起来了 不像传统是去消耗掉它的养分 所以我们想 我们来说好了 我们小孩是吃个苹果消掉皮之后 大概放个三五分钟就变黄了 因为铁子含量很高 但是现在呢 我们消掉皮放了十分钟半个小时 它还是好好在那里 因为我们吃的是什么 是它的甜度 是它的外形 但是铁分已经没有了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强调友善耕作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吃到的到底是水果还是养分还是肥料 我们全区的灌溉水在进入水塔之前呢 都会透过这个负离子滤水器 这是一个大型的大型工业化的负离子滤水器 所以我们给所有植栽灌溉的水都是负离子水 那负离子水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确保纯净 它绝对不会有污染的问题 那第二个因为它是很不稳定的性质 所以它会抓住细菌 它会抓住臭味 它会抗菌除臭等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把一些有害的细菌降到最低 同时因为我们自己有喝过这个水 它看起来就是水 但是苦苦的不好喝 所以很多昆虫不喜欢 所以它也会排斥一些掉昆虫的部分 所以它有多虫的好处 所以我们会花了比较多的精神 然后经费来处理这一套负离子滚溉水 所以这个对我们园区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用的很多东西 其实植物用的都是跟人用的 天然的资产 我们会那个除草鸡啊 时间到了就要去除草 然后那个除下来的话 真的很累啊 其实最累的就是除草 你平常草就很容易长了 下大雨过后 那个草的长的速度真的是吓死人 那个草是一个多礼拜以前 才除草除完以后 前几天下雨 你看整个草又跑出来 一般的百香果呢 在市面上你看到这样子算已经很大 很大颗了 那我们的百香果可以这么大颗 那这是在今年之前 我们的种植经验是如此 可是我们今年刚才看的那一区 今年我们自己都很意外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要冬天的果才有这么大颗 可是我们今年新出来 你刚刚里面看的 这样子是占大多数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有点喜出望外说 怎么连夏天的果都可以这么大颗这样子 所以说可能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在培养一些菌种或干嘛 就养地的时候 我们只是知道这样子会更好 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太好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我们并不清楚 所以说今年它长出来这么大 像这一颗这样已经算够大了 你知道擦肢长这样算够大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 有时那我们目前在栽培的话 这个就价差了 这也是像想说也是我们辛苦的代价 爱香爱土的精神 造就了永续经营的甜美 所生产出来的百香果又大又饱满 在台湾 柠檬的使用非常高 从饮料 食用 香料到清洁 用途非常广 而在食用方面 带有苦味的果皮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在外埔这里 菜森林种植了一种皮不会苦的柠檬 还有着宜人的果香 我们这个柠檬它属于是比较新的品种 那这个柠檬它的皮它是不会苦不会酸 不会色 那这样子的一个品种的话 主要的话它的产量它比较高 你像一般的柠檬它可能大概就是两颗 一株大概就是两颗三颗 好像大概大部分都像这个样子的一个瓜果 但是你看到我们这个品种的柠檬 它这一串就大概有22颗左右了 所以说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好 它属于是四季型的 那以这一颗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情况就是 它有花苞 然后有结小果 然后有中果 有大果 那这个就是它不同的一个花期所产生的 所以说它可以看到一年四季的一个 树的成长的一个现况在里面这样子 我即使我对农业本来 我们是农家子弟 但是我在前期前段期间 我都对农业这块其实不是很熟悉 那是因为我到大陆去经商 后来大概在大陆大概八年的时间 那回到台湾之后 因为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所以说我就想说 能不能在台湾这边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加上年纪也有了嘛 所以就想安稳下来了 所以说经过一个因缘机会 大陆的朋友 那透过他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台湾有这样的品种的柠檬 那我这个朋友的话 它是经过七年的一个研发跟培育 其实我在种这个品种之前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去研究柠檬的品种 那从去买这个柠檬回来之后 然后再自己去做柠檬的通路 跟做柠檬的加工 那做完之后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没问题之后 我才确定才开始种 台湾的土地面积有限嘛 那如果说 我来举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要做这个有机的 做无堵的栽种的话 那势必现在以台湾这样子的现况来讲 都是要以温室 往事温室来做 它会比较能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但是往事温室的这样子的前期投资设备 其实它是很高的 那如果要以这样子的面积来种植的话 其实对一般农民来讲 它是没办法去负荷的 所以说我种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是想要做一个密集种植 让它就是说 我们一样一分地可以种到这个株树 假设我们一分地可以种50棵 但是我们在温室里面 0.5就可以种50棵了 所以说这样子它的产量才会够 高产量的果树提高了土地的使用率 在一般有院子的家庭 菜森林也很鼓励自家种植 像现在我们一般 我们家家户户如果是透天房子 它都有庭院 那庭院的话 你直接整棵买回去后院去种 那你要吃的时候 然后再栽 它其实是一台天然的冰箱 它的一个特色就是 成熟了之后它不会马上掉果 所以说它 当它可以采到它完全 这个黄化的时候 它需要经过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它等于是一个天然的冰箱 那我们今天想吃的时候 后院栽两棵 或者是朋友好朋友来的时候 我想打个现打果汁 我去栽两棵 那这样子的话就整年度 一点世纪都有柠檬可以吃 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自己种的 我们不撒农药 我们不用化肥 所以说我们吃到的 我们很值得很安心 通常市面上看到的多半 是绿皮的柠檬 若是自己有一棵柠檬树 还可以等到完全熟透之后 变成黄澄澄的柠檬 那又是另一番风味 其实我现在也有一两家餐厅 在跟我谈 就是说他们希望的是 在树上是熟的 在树行的 那因为熟的跟绿的 就是可以采了七分熟的 其实它有一些口感的不一样 比如说全熟的话 它有一个很丰富的那一种 淡然优雅的那一种柠檬 淡淡的香味 柠檬香 那绿色的话 它就比较酸一点 那黄色的那一种 他们就是 现在就是比较喜欢拿来做入菜 而且它里面 它只要是黄化之后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果胶 永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 刘金湖 本身是种植酿酒葡萄 在外埔也有一座酒保庄 它谈到了葡萄的成长 我们每一年 你看一下这个葡萄 大概从农历过完年以后 就开始剪枝 剪完枝以后 它现在开始 这个新的枝条就长出来了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新的葡萄 这个葡萄已经就长出来了 然后差不多在一个多礼拜 它就会开花 它开花是很小的那个花 花蕊 大概一个礼拜那个花就卸掉了这样 然后就慢慢一直长 长到大概七月份 它会由绿色的葡萄 然后再来由绿 再转粉红 再转紫色 紫色再来变红色 它红到花黑 黑到花亮就代表说 葡萄已经锁了 就可以采收了这样 那这里面我们种的有 好几种品种 有黑后 就只要我们做红酒的颜料 像这个是用黑后葡萄 做的红葡萄酒 柳金湖的葡萄酒突破创新 口感清新酸甜 天然的葡萄风味绝强 对于喜爱品酒的人 绝对不能错过 那我们这里面也有做 像一个那个金箱葡萄 它是做白葡萄酒的原料 那我们上去呢 我们就先增加一个设备 我们就进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酿造筒 我们用低温花效 葡萄从15度到18度的低温 那联系放了一年半 那量出来的酒 那个味道就更香醇 味道那个更好喝 最近还有盐花这一支叫猫猫酒 这个是你养的猫 一天不小心 把葡萄酒跟白奈地把它弄翻了 弄翻以后 我们就研究 这个味道还不错 就从13度开始 4到19度 后来发觉说13.5度来喝 最好喝 就把它秘密叫猫猫酒 就白葡萄酒加白奈地 这是我们新的一个产品 一个设计 那个这支效果还蛮不错 或者包括我们在做这个洋葱葡萄酒 红酒它有那个多分 它有那个抑制发炎的作用 所以说像在疫情到 我们都喝一些这个红葡萄酒 对生理那个效果很好 尤其像这一支洋葱葡萄酒 我们是先把洋葱发酵成洋葱酒 然后再跟红酒锅兑混搭 再过滤杀进装品 所以它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它里面有像那个发青素 那个白鲤卤醇 这些都很丰富 有达到可以抗癌 以往老化 这些效果这样的 行之有年的葡萄园夏餐酒会 吸引了不少未婚男女前来连移 配合整体观光路线 造就了现在外埔的荣景 那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些像这个 浙光网 就可以在这个葡萄园夏来担餐酒会 来用餐 所以我们也 欢迎前省各地的好朋友 有空可以来这个葡萄园夏 来用餐加瓶酒 还有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 这个深度里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程 道光我们最近我们在办 那个葡萄园夏的未婚连儀 就旅行交朋友 就来这个地方 我们透过帮你合命挂 命挂有合就坐对面 我们就来这个地方品酒 来聊天 然后就逛设计 到土地公公婆师傅那边拜一拜 走那个水流洞童花步道 走到水流洞结合红 帮我水灯灯 这样是一个一日有一个很棒的行程 那用这样来带动我们设计的发展 让前省各地我们的朋友伙伴 来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疗意 所以师傅讲过一句话 农村是最佳的心灵治疗师 是至高无上产 在永久设计这个地方可以实现 那我们这个台中市农业创生协会 也就因应这个需要 我们成立这个协会来带动 整个外埔地区的深度旅游 然后接国外的游客 像香港 澳门 新加坡 没有农业国家的游客 到我们这个地方 来深度旅游 来享受农村 欢迎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